后来我说到什么阶段了 他说到这个人现在跟我说他已经做了练性手术 然后我就特别感兴趣 因为我就想你是男同性恋 你就会和一个没有男性生殖器的一个人 而且那个人就说 他说我还没有决定我是什么样性别 但是那个人就说他特别喜欢他 所以我就觉得他并不是说对一个 你是一个男性同性恋的一个身份 但你并不是对一个男性生殖器的一个什么 什么崇拜或者恋恋 但我说的那个意思是气在迁就屁一灭去前 气不能有高潮所以就 没有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可能男人做 就觉得高潮是有一个设计 设就好像就是一个高潮 然后就觉得那个东西就是高潮 其实我们做很多的关于性的培训 你发现人们就很多的高潮在不同的点 而且女的你让大家谈性的时候 其实大家最感兴趣最爱谈的并不是那个 女性的高潮的那一个点 而是说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 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男人对我现在也男人应该设 我就觉得就就好像真的就女性可能 那个那个享受的就比男人要多 我觉得女人享受 大家一直感觉女人会比男人享受多 因为你们有这种所谓的多重性高 其实其实就是说男人和女人 那个就是男人就没有啊 男人肯定也你要让大家去谈性的时候 你发现大家谈摄的时候很少 很多很多的前戏啊 后戏啊什么的 跟我们讲一两件趣事 就比如说大家关于这个性玩具的这些一些趣事 就是他买回去不会用 装电池的地方不知道干嘛 该装水的地方不知道怎么装 其实很明显就看得出来 但是可能他还是那种男性生殖器官那个模样 他那个T首先他自己都不敢碰 这都干嘛的 然后就知道有这一东西 这都干嘛使的 我说这是他下面有两个那个 像男性生殖器官那个小蛋蛋 小高丸的那样 我们就一般叫小蛋蛋 这种我们叫不 其实我们都叫他都叫他大龙 还有两个人就是 刚开始就因为不太熟悉这个东西 有好多P可能也不太接受 然后就两个人开始拿这个东西在床上打闹 就是可能让对方更熟 让那个P能更接受 别把他当作一个特定的那个东西看 就那样反正挺多有趣的事 虽然你是男生 会有变态男打电话 然后我只能称他为变态男 就打得走到这里 因为他一直发短信 我以为他是一个T 然后呢结果到楼下 我就在阳台转 回看我只看到一个男生 我说哟 还不是一男生 是一老男人 四十多岁长得巨丑 我就立马给他打电话 他就接了 我说然后我一听说话声 因为有的T嗓音比较粗 我说你是男生女生啊 他说男生 我说哦 他说我就在这呢 你在哪呢 我说哦 我说我们这不接待男生 他说我是给我媳妇来买点东西 我说你给你媳妇买成这买什么呀 他说我媳妇是拉拉 我说不行接受不了 他说你那东西电影什么我都要 我说那我也不行 好 不能见 青春的岁月 放浪的生涯 旧人的时光 奔腾如流水 体会着旷野 体会孤独 体会着欢乐 爱恨离别 体会着旷野 体会孤独 是说完美什么 我不在意说你过来 你买不买东西无所谓 就大家坐在一起 说话好像找到了一个 就大家可以开诚不公的 就为所欲为的 就唱所欲言的 就那么一个场所 他们就特别开心 没事有事没事就可能 顺便路过这里 然后过来找三角哥聊聊天 然后坐来待会儿 就这样的 好多拉拉尤其是T 然后坐在一起 没事就聊聊什么 左爱什么 这个那个的 什么都聊 也会就说一些 两个人之间 你媳妇怎么样 我媳妇怎么样 然后会 会有一些困惑什么的 大家都拿出来讨论 因为拉拉 有好多时候吧 会有走入一个误区 比较排斥的男性 他不光排斥男性 他肯定也要 更直接的 也就排斥男性 这个生殖器官了 就一样了 然后 但是现在好多了 没有说 有的屁还主动要求呢 让老公给买 就这样 就现在我觉得也开放了 而且网上这些东西 也特别多 就是关于性方面的 就拉拉性方面知识 也有很多 一上网什么都做得到 希望能 有更多的朋友 知道这个店 然后呢 能 他们生活当中 一直想苦于寻找的 或者是 想得到的一些 就是想 更肯定自己神拉拉 或者能更坚定走这条路 我希望他们能从这个店里 更得到一些这样的东西 我多想看到你 那一种灿烂的笑容 再一次释放自己 胸中的灿烂的情感 我多想告诉你 现在人家说 你同学心眼就会 谈论到这个玩具 特别多 就是这个 比如说 因为 就是新工具 就是新工具 你做的新工具很多 爸给你拿的 其实我原来 那我想拿了一些玩具 其实大家看一看 因为在国内的市场上 有卖性玩具的 但是就没有那种 比如说 都是那个洋具 而这个洋具 都是不带那个 那个皮带的 所以那个玩具用起来 不是特别的 那个 无法带在自己的身上 对对对 然后 我去过 可能那个 在英国有那个 就是比较便宜的 那种性玩具店 什么什么东西都有 有那个手铐啊 什么眼罩啊 我有一个好 要好的一个女孩 她就过来 她说她有一天 因为她和她女朋友 在座位 她说她戴上那个皮带的 那个有一个假身材 她发现 她真的 她说我做完这个次以后 我就发现 我们真的不需要男的 知道吗 哈哈哈 这个感觉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你是不是 你有这个经验 你觉得 到底戴上这个时候 你觉得 对 我没戴上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需要男的 哈哈哈 是不是你戴上的时候 更觉得这个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但是会不会有一个奇怪的感觉 就是为什么我要戴上这个东西 我原来戴的时候 有一个感觉 就是都不用做 就戴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特别激动的 哈哈哈 就特别激动 因为就觉得 那个不知道 觉得有一种 有一种什么感觉 就是在你的身体里面 你就戴上这个让你激动 这种东西可以呃 可以开战的 哈哈哈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到了那个 其实你是玩好多前戏 好多好多前戏了 然后但是这个之后嘛 有的时候你能让对方那个就是怎么说有高潮 但是有的时候不一定 所以高潮真的不是很重要 我觉得女孩可能女孩还是我觉得在女孩和男孩比我自己的感觉 有些女孩好像更重 也扣你注重前行的部分 好像也不 高潮它是这样的 有着高潮 然后比如说女的为什么女同学呢 我觉得挺累 因为你一般你要是跟一个一群演男人做 女的高潮了 然后男的也高潮了 然后就完了 就结束了 然后你要你女的两个女的做一个高潮了 然后你出去玩 还可以下去做 哈哈哈 听人说那些有内心做我 你做完我了 要是那一块 套时会比较缠一些 没有不是吧 那你可能累了 不想做了 哦 就是对 对我想真的是好事 而且我有一些女同志的一些朋友 他们说就是他们也很注重就是两个女同志 如果达到高潮之后的一些沟通和交流 他们觉得高潮之后的双方的一些言语上的一些沟通和交流 我会这样直接转拨 睡觉 他们也会觉得很重要 不过我觉得你可能是你碰到那一对 但是有的是人就做完了 有些别说话 哈哈哈 没有 你知道吗 现在我还发现就我上网看一些资料 这很远现在在女同性恋中间很流行这个裹胸 说那个就是各种各样这个裹胸布都是卖得很火热 就是好像我觉得这点也蛮有意思 就是很多人就是 这些人就是这样的这种裹胸布都是卖得很火热